川普起远前的时候说呢 要建一道墙 让墨西哥政府出钱 所以第一次听说因为建墙资金的问题 政府关门了 我以为关门的是墨西哥政府呢 结果关门的是美国政府 当然以川普的智慧完全有办法 他可以把美国政府改名叫墨西哥 当然川普有他的解释了 他说这叫曲线建墙 虽然建墙资金美国出了 但是我们通过签订新的北美贸易协定 我们可以从墨西哥赚更多的钱 所以看似我们出钱 实际上呢还是墨西哥在出钱 当然墨西哥人也不干了 墨西哥人讲 我就是不出钱 有本事你打过来 有本事你打呀 打输了我们可以割地又赔款 川普想 赔款可以这个割地吗 还是算了 墨西哥人也在暗自投降 你只要正按打 我们马上就投降 到时候整个墨西哥全变成美国的了 想想还有点暗爽啊 和大家开个玩笑吧 就是说为什么川普一定要建墙啊 其实从很多的数据 包括民主党的反对也说明了 就是建墙啊 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非法移民的问题 其实他有很多方法了 你就算有墙该投渡还是投渡 对吧 比如说很多地方已经在挖地道了 当然还有开玩笑的说法 说那个墨西哥人呢 天天在看中国的地道战 对吧 学习怎么挖地道进入美国 虽然这是一个玩笑的说法 但事实上 从很多证据吧 就说在墨西哥边境到美国 早就已经有地道了 就说地道这个事情 并不是空穴来风的 事实上它早就有了 那么是共和党知不知道墙 不能解决非法移民的问题呢 共和党也知道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建这个墙呢 其实就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就是给选民一个态度 给共和党的铁杆支持者一个态度 这个态度什么 就是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民主党也是给选民一个态度 就是给 因为给他的少数族裔选民们一个态度 就是黑魔律一个态度 对吧 我是保护你们的 事实上在奥巴马之前 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 在非法移民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 民主党也是要打击非法移民的 那么在奥巴马之后呢 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了 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美国的非法移民的数量 真的是太多太多太多了 那么而且民主党也看到 这些非法移民呢 就是一个很大的票仓 所以民主党在主攻非法移民 对吧 而且发了很多的福利和优惠 也就是在奥巴马那八年 美国的税收增长得非常坏 对吧 我看了一个英文的采访吧 大概哪个时候我忘了 就是说他在之前 布什时代呢 大概只承担百分之十几的税 到奥巴马时代过去之后呢 涨了大概百分之三四十的税 就是这个税涨得太快了 有些负担不起了 对吧 就快了过不下去了 工作大部分都交了税了 所以非常的不满 就是说我们正常工作的人 要负担那么多的税 对吧 去养那些蹭福利的非法移民 所以非常的生气 除了民众最直观上的反应之外呢 还有一个其实很重要的 就从数据上看 在2017年的时候 美国少数族裔新生儿的数量 已经超过了美国的白人了 也就是说按照这个趋势下去 要不了多少年 美国就变了颜色 对吧 美国就不再是以白人为主导的美国了 就变成少数族裔主导的美国了 尽管美国一直讲 我们是一个移民国家 对吧 是各民族创造的美国 各民族平等的 但是我在昨天的视频也讲了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不假 但是美国并不是一个民族平等的国家 美国民族平等1970年才实现 在美国230年的历史当中 180年 美国民族是不平等的 在那180多年的历史当中 对吧 黑人都是黑奴 黑奴没有180年 但是在这180年的历史当中 黑人是没有选票的 在100多年的历史当中 黑人都是黑奴 所以美国一直都是一个 以白人为主 白人至上的国家 当然对不对 这个先不讲吧 但是就从美国的白人讲 对吧 这个国家一直都是我们的国家 我们主导的 我们统治的 我们的人口也占主导优势 因为美国的白人 现在还占在60%左右 但是你按这个趋势下去来讲 美国就要变了颜色 就要变天了 美国就要完蛋了 从白人来讲 如果美国变成了一个少数族裔的国家 尤其是黑墨绿的国家 黑就是黑人 墨就是拉丁裔 那么绿就是穆斯林 如果变成了这样 像他们主导的国家 他们占多数的国家 美国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所以共和党以传统的白人为主 并不是完全的 但大部分是 有人说红脖子农民 等等 其实共和党的支持者成分当中 上层社会相对比较多 这个和我们大家的普遍理解可能不太一样 我以前也觉得民主党可能上层社会比较多 但后来看很多资料完全不是 民主党反倒中下层比较多 尤其是下层居多 那么共和党反倒上层居多 而且在美国的农民 他也不是下层 美国农民其实大部分很有钱 那么他们有很多的地 这个就不多说了 那么除了少数族裔的问题外 少数族裔当中 那么给人的一种直观印象 尤其在国内 不深入了解这个问题的话 一种直观印象 往往是黑人 觉得可能是黑人的问题比较多 黑人会越来越多 出生率会越来越高 后来详细的看词料 不是美国少数族裔当中 问题最严重的就是拉丁 其实拉丁裔也是白人 但是在美国通政治意义上讲 或者通俗意义上的白人 就是指当年从欧洲 尤其是西欧 对吧 来美国殖民的这帮白人 那么拉丁裔 还有东欧的 譬如俄罗斯的 等后来苏联接地 后来的大量白人 他们严格也不算白人 他们都算在 虽然他们从人轴上讲是白人 但是他们都算少数族裔 并不算白人 少数族裔当中 墨西哥的问题是最严重的 为什么第一个点的就是语言相同 大家都讲英语 第二点看看地图 墨西哥和美国是接壤的 而且它的边境线很长 墨西哥和美国的边境线 大概有从 有从哈尔滨到广东那么长 就它这个边境线非常的长 所以这么长的边境线很难守得住 而且在以前 它这个边境基本等于不设防了 因为太长了也不好防 你得派多少军队或者多少警察 才能守住这个边界 所以也没法防 口子太多 那么随着墨西哥经济越来越不好 墨西哥本来也是个发达国家 现在按理说也是 但是墨西哥的问题主要就是 贩毒的问题 毒贩太毒 而且毒贩很嚣张 对吧 我们知道之前有一个墨西哥总统 是坚决要打击毒贩的 结果选上没几天就横尸接头了 证明就是被毒贩杀的 还有一个墨西哥的议员 也是要坚决打击毒贩的 结果宣誓就是第二天 对吧 就死翘翘了 所以墨西哥的毒贩问题很严重 那么其实墨西哥毒贩严重的问题 美国也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那么这个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通过以前的北美贸易协定 墨西哥等于市场全向美国开放了 那么对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 对吧 生产力成本相对高的国家 那么你完全开放市场是一个灾难 尤其是墨西哥的农业 美国的农产品是非常发达 价格是非常低廉的 譬如大豆 美国的大豆 从美国运到中国来 还比中国农民种的大豆 便宜30%左右 这个便宜的农产品 墨西哥又没有一定的农业保护政策 那么墨西哥农民很快就破产了 那么人失业的农办 你还给我谈那些大道理 没有用 所以就贩毒 墨西哥的毒贩 农民占了很大的比例 所以墨西哥的贩毒 为什么也解决不了 永远禁止不了 就是因为 你不把墨西哥的市场保护起来的话 那么墨西哥的毒贩永远解决不了 因为你在美国的强大的生产力的 尤其是低连的农产品的冲击之下 本国的农民 农业是没有生存空间的 所以其实川普对墨西哥的政策 也是其实属于非常一个矛盾的政策 一方面 他要防止墨西哥人大量移民 偷渡到美国 墨西哥人偷渡到美国 是因为墨西哥的经济不好 墨西哥的毒贩比较嚣张 社会治安不好 墨西哥的社会治安不好 经济不好 毒贩大量的增多 原因又是什么呢 又是美国的农产品 大量倾销墨西哥的市场 但是川普呢 又跟墨西哥签订了新的北美贸易协定 又让墨西哥更大的打开市场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就是北美贸易协定 事实上会 会让墨西哥产生更多的 非法移民 反正这个政策好矛盾 因为这个矛盾的政策 就是从正常的经济上讲 或者是国家的运行上讲 根本解决不了非法移民的问题 所以要修一道墙 就是通过这个行政的手段 或者军事的手段 强行把墙修上 修上墙之后呢 川普还要 当然在墙上要打个口子嘛 要有一些正常的贸易渠道嘛 又要通过正常的贸易渠道 来向墨西哥倾销美国的产品 对吧 让墨西哥人更多的失业 让更多的失业的人去贩毒 那么让更多的失业的人贩毒 会造成墨西哥国内的环境变得更差 那么更多的人又想偷渡 对吧 造成一个恶性旋软 在这个循环当中 对吧 这个墙 就很重要了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第二点什么呢 就是墨西哥的是 所有的少数族裔当中 问题最严重的 比黑人严重多了 墨西哥 目前拉墨西哥 美国的拉丁裔人口 在少数族裔当中 是最多的 有6700多万 黑人 黑人 的人口 对吧 比墨西哥少好几倍呢 而且墨西哥的生育率 也是极高的 美国的 单纯说白人 美国的白人 美国的白人当中 墨西哥 墨西哥18岁以下的 已经占了一半以上 那么美国白人的中位数当中 年龄的中位数 墨西哥就是18岁 那么美国传统的白人 就说西欧的白人 英法德为主的 西欧白人的年龄中位数 是多少呢 是43岁 43岁 我们看到这个了吧 大家就很明白了吧 目前墨西哥裔的 也就拉丁裔的 白人 和欧美 和西欧来的那批 传统老白人 他们的人数 相差不多了 墨西哥裔是 6700多万 那么传统老白人 是7000万左右 就差1000万左右 但是墨西哥裔的 年龄中位数 是18岁 那么传统的白人 是43岁 所以说墨西哥裔 和已经快追上 美国的传统白人了 而且墨西哥裔 很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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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这个 照这么下去 按照现在 现有的数据估算 现有的数据估算 就是2030年的话 很快了 还有10年吧 还有11年 墨西哥裔 就会超过 就是那个 超过传统的老白人 成为美国白人当中 最大的一个族群 到那个时候 美国就变成了墨西哥人的美国了 那么到2040年 墨西哥裔 也就是拉丁裔 他将成为美国的第一大族群 那么还有一点 就是很吊诡的 就是什么 墨西哥承认双重国局 双重国籍 那么在美国的墨西哥人 也有墨西哥籍 也有美国籍 这是合法的 那非法的肯定只有墨西哥籍了 那么他们可以同时 投票选美国的总统 又可以投票选墨西哥的总统 那么到2040年的时候 他们成最大的族裔 将主导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 他们同时也可以主导墨西哥总统的选举 换句话说 到那个时候 墨西哥人就控制了两个国家的总统了 当然我看有个很阴谋论的说法了 说如果到时候这帮墨西哥人投票 选一个对美国强用的总统 再在美国选出一个 对墨西哥软弱 甚至对墨西哥投降的总统 那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 是不是 所以墨西哥的问题就变得非常的严峻 而且还有重要的一点 就是因为和其他国家的移民不一样 比如中国的一号 台湾的一号 非洲的一号移民 他距离母国太远 他移民到美国之后和母国联系很弱 顶天通过网络或者通过电话 和家人联系联系 但是墨西哥不一样 尤其是在美国的南部州 因为美国南部好几个州 原本就是墨西哥的领土 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南部 占整个美国总面积三分之一 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就是当年通过美墨战争 从墨西哥手里割走了 而且那些土地上 现在墨西哥也非常数量大了 数量大 他们离墨西哥也很近 就是和墨西哥没有断的联系 很多亲亲在墨西哥 也在美洲 彼此有很多的联系 墨西哥非法移民到美国之后 也都大部分都聚集在这些州 那么他们在这些州安家之后 会把在墨西哥的亲近 一个一个的给弄到美国来 对吧 这就是川普说的是链式移民 也就只有墨西哥 有这种大规模的链式移民的能力和条件 就像前面说的 对吧 他在地理上挨着美国 像美国那些南部那些那些州 距离墨西哥 比距离华盛顿 比距离纽约近多了 对吧 那么所以这种链式移民的情况下 那么从墨西哥偷渡到美国的人 几乎是成倍数增长的 这几年增长的非常非常的快 那么本来按照现在的情况下 对吧 2040年 拉丁裔都要成第一大的族群了 那你在这种成倍数的增长 那么在这些非法移民 再成倍数的进来的话 那又不是2040年 那可能用不了几年了 对吧 拉丁裔就成为美国最大的族群了 所以这个情况是非常严峻 非常非常严峻的 那么对共和党来讲 就是一定要逐 首先要阻止到这个势头 对吧 要开源节流 我们从花钱角度来讲 那么非法移民也是一样 先把现在的大量非法移民给停住 对吧 先不让他们进来 那么在先把他们停住之后 再对国内的已经进来的进行清理 如果你先不阻止外部的进来 你就先清理国内 那是没有用的 对吧 你前脚清理 后脚它又来了 那你白清理 还等于浪费警力 所以川普或者共和党 一定要阻止非法移民进来 就是非法移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民主党呢 其实民主党我们往前看 看奥巴马之前民主党的历史 民主党其实也是要阻止非法移民的 那为什么民主党变了呢 我觉得这就是选举的操作吧 你像台湾一样蓝绿嘛 你像蔡英文讲中华民国台湾的时候 台湾的人很多就讲了 那么这个民主党以后从台 就是这个民进党以后怎么选呢 对吧 你如果台独不鲜明的话 那你和国民党政策差不多 那为什么要选国民党呢 不是 为什么要选民党 那直接选国民党好了 那你这两个党政策 一定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吧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民主党呢 就选择了一个民族平等 对吧 他还有 还有LGBT 对吧 他就选择少数族裔的权利 政治正确等等 那么这个少数族裔这么多 他又把他拱上了 拱上了那个总统也好 议员也好 对吧 的各种宝座吧 把他们拱上去了之后 那么这种情况就没法改变了 对吧 因为这个时候选民结构就变了 那么非法族裔数量这么大的情况下 如果非法族裔黑 少数族裔啊 如果少数族裔黑默绿团结起来的话 他们能基本 能决定选 能决定民主党选举的结果的时候 那么民主党就没有办法去放弃他们 其实我 民主党呢 我我也是 我个人认为吧 民主党也没讲过嘛 民主党的很多白人也应该意识到 对吧 这个非法移民这个问题其实是很严峻的 川普做的应该是对的 但是没有办法 为了选票嘛 大家又不敢讲 也不想讲对吧 2040年以后的事情再说 以后再说 我先选上再说对吧 我现在 如果我现在我先我 支持着川普 那我现在就选不上了呀 我都选不上了 还管那个 这也就是说在选举的时候 很多容易啊 让人变得往往比较短视 对吧 就是 为了选上吧 为了选上大位吧 对很多事完全不管 无视现实的困难 和现实的痛苦 也不是未来可能 面临的一些困境 当然这是共和党的说法 我认为没有困境 对吧 因为美国人 我们看海外自媒体也好 美国人也好 老江我们是个移民国家 我们是民族平等的国家 建移民国家 民族平等的国家 就不能保持那种白人之上的优越感吗 所有的民族都平等吗 拉丁一怎么了 拉丁一也是平等的吗 拉丁一不就是多一多吗 多了又怎么了 超过白人又怎么了 无所谓了对吧 反正你们都是民族平等的 各民族都平等的 哪个族一多了 又有什么事呢 无所谓没事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喜欢的关注一下 好啊 好啊 谢谢大家